男人发现有一丝不对劲 转眼间大地就开始剧烈震动 远处的火山正蓄势待发 在聚会的众人立马逃命 强哥都呼劝阻也无济于事 还好男人赶到才避免踩踏事故的发生 此刻街上已乱作一团 强哥立马上车开始逃离 下一秒 街上的建筑接连倒塌 火山喷发在即 所有人都不顾一切地往城外奔去 强哥却开始一路逆行 他是为了去接上阿珍的儿女一同逃命 然而等他们到家时 却只发现半张纸条 原来两个熊孩子 私自开车上山去救奶奶了 阿珍无法抛弃骨肉 只能毅然决然地往山上跑去 现在道路被堵 他们只能糖水超近的 然而这里的水深却有六十米 转眼间他们就被水淹没 且无法动弹 还好因为后来车辆的撞击 他们才可以摆脱困境 两人一路向前身后的通道 却被落石砸毁 此时他们已经没有了退路 幸运的是两人终于安全到达了目的地 两个熊孩子也相安无事 此时岩浆已经开始向山下流去 众人连忙收拾行李 正准备逃离石 车辆已被岩浆吞没 此时的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坐上唯一的船只 小男孩惊奇地发现 湖中的鱼已全部煮熟 船只也开始不断冒烟 此时整片湖泊已变成了硫酸池 硫酸不断灌入船底 众人只能抬高双脚 避免遭受腐蚀 船速却开始变得越来越慢 原来发电机已被完全腐蚀 无法转动 他们悬停在了水中央 此时距离岸边还有一千米 眼看船身不断下沉 男人将衣服套在手上急速滑行 眼看众人即将落水 小姐姐转身便跳入硫酸 凭借一己之力将他们拉回岸边 而自己则被腐蚀的不断哀嚎 剧烈的疼痛让他瞬间晕厥过去 这场灾难本可避免无意伤亡 因为早在一个月前 强哥就发现了淡丁镇的火山出现一样 为避免误判他之身 前往了这座历史悠久的地方 之后在镇长阿珍的带领下 他开始实地勘察 转眼间他们便来到 本镇最负盛名的温泉 如果火山发生一样温泉 便会有所表现 强哥正想着便察觉到不对劲 而此刻小男孩正要给大家 表演一个高台跳水 男人立马阻止了他 看来果然会有大事发生 强哥立马让自己的摊茶小队 赶来此镇打算深入调查 并建议官员发布撤离通道疏散居民 然而众人却不愿意 因强哥的一句可能就发布告示 因为本镇刚被平上五位及景区 如果强哥判断失误 那小镇面临的就是 十年都没有任何旅游收入 这时强哥的上司胖头男及时赶到 他十分理解各位的担忧 承诺在未来几周 将会进行各种专业的分析 如果得出火山确定会爆发的结论 到时候再发布预警也不迟 次月一早团队便飞来火山上空 根据肉眼观测火山并无活动征兆 接着他们落地使用机器人去详细观察 此时电脑却开始发出预警 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将男人掩埋 还好救援及时他们才安然无恙 根据这次意外强哥更加确信火山即将爆发 可胖头男却执意要继续观测 然而未来的几天火山就如同听话的孩子一般乖巧 因此团队的众人决定次日就撤离回家 阿珍却表示想让强哥留下来继续观测 火山脚下一束爱情火苗正在爆发 然而转眼间却被掐灭 不甘心的两人随即一同回家继续准备点燃火苗 正在强哥准备好打扑克时 女人无语地拿起水杯准备去接水 可从水管里喷出来的全是咖啡 男人接过闻了闻感觉很不对劲 殊不知一场巨大的灾难症悄然而至 男人拿起水杯闻了闻 从里面却散发出一股臭脚鸭滋味 接着他立马赶到水源地 这里面的水已经被壁面泄露进来的二氧化流所污染 强哥顿感大事不妙 他立马跑来给上司查看证据 而此时的地壳活动也愈加频繁 看来强哥推测的没错 火山爆发已迫在眉睫 他立马给山上的姑奶奶打电话 让他马上撤离 可姑奶奶却死活不肯下山 随即他让阿珍立马向居民发出警告 并将大家聚众在一起进行宣讲 而就在此时火山已开始蠢蠢欲动 人们乱作一团开始逃离 强哥两人也赶去山上救援亲人 在逃生过程中他们被小姐姐所救 而惨遭流孙侵蚀的小姐姐最终 也倒在了这片生育她的大山之中 此时火山活动却变得更加猛烈 被高温融化的血水不断汇集 大坝被瞬间冲 奔腾的巨浪已然势不可挡 处在悬崖上的钢桥已被淹没 为了逃生他们只能涉水前行 下一秒钢桥开始摇摇欲坠 在最后时刻身处前方的两车成功过桥 而胖头哥却被困于桥中央 湿滑的桥面让汽车停滞不前 他无奈只能汽车而逃 可本来的强流却转眼间将他吞没 此时在另一边的强哥顺利找到一辆皮卡 可刚开三百米他们就遭遇到 银江铁头娃强哥开足马力准备冒险一事 轮胎刚接触到就着火爆炸 可开工也没有回头见 眼看汽车整个开始着火 强哥只好硬着头皮不断加速 在导演的安排下他们顺利逃生 还游刃有余地顺便救下一只旺财 银江此时却继续往山下蔓延 转眼间他们便开回了小镇 早上这里还是一片生机勃勃 请客间就已变得死气沉沉 四处都被火山灰所覆盖 男人一路往山下开去 巨额购买的房产也消失殆尽 他连忙赶去研究所 成功地找到一个黄色的盒子 然而就在这时电脑不断响起警报 他连忙上车往山下奔去 而冒着浓浓黑烟的火山早已蓄势待发 众人惊讶地望向天空 火山已经开始喷发 而强哥一行还正在路上 火山云以催枯拉朽之势破坏着一切 就在火山灰赶上他们的前一刻 强哥驾车冲网隧道 最终他们成功存活 原来这里是小男孩的秘密基地 他早在此处存放了各种物资 可是想要活命 还是要靠刚才的黄色小河 那是一个太空通讯器 如果能发出信号他们就能得救 但出来的太极强哥望在了车里 随即他便转身前去拿回 还答应孩子们存活下去后 会带他们去喊掉 四人整整齐齐地去泛州游玩 然而强哥刚前行三步时 隧道突然发生坍塌 滚落的巨石将他左手砸伤 可强哥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进 他艰难地爬向车里 差一点就被压扁 还好自己成功进来 并找到了黄河 而车辆却不断被挤压 最终他只能在狭窄的空间里 不断摸索 在艰难的探寻下 他终于打开了通讯器的开关 此时远在百里的同事 敏锐地发现了讯号 最终在救援队的努力下 强哥成功被救出 随着车辆被拖转而出 三人一狗的身影也缓缓出现 众人激动地抱在一起 他们凭借着不放弃的精神终于获救 灾难虽然是可怕却残忍的 但是人类的精神力更加强大 我们一定要有着不放弃的精神 和冷静的头脑 方可在灾难来临时有一线生机 更重要的是看好你的熊孩子 不要让他们乱跑 以免陷入更大的麻烦当中